亲爱的主耶稣 你的心意实在是要人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我们为世上的灵魂向你献上祷告 主啊无论是我们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 主啊我们都祷告在你自己的面前 把晚上的聚会也完全的交托给你 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 你保守弟兄姐妹在过来的路上平安 不管他们来的是一个人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或者四个人 主啊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 你就在我们中间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主啊这条路虽然是窄路走的人也少 但是主毕竟还有人在走 毕竟还有人主啊来看顾自己的灵魂胜过一切 亲爱的阿爸天父为美国向你献上祷告 主啊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 求主你看顾这些年轻人 主啊能够在这些年轻人当中 兴起更多带导的勇士 主啊这些年轻人当中 兴起更多传福音的勇士 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兴起更多 主啊传讲为福音不顾性命的人 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整个的美国中国芬兰 还有孩子西班牙的好朋友西班牙 主啊法国我们都完全的交托在你恩主的手上 当西方的宣教士传福音不顾自己性命的时候 今天主啊我们又有多少人为这些宣教士 曾经出生的生活的国家来祷告呢 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自私和狭隘 主啊愿你感动这个宣教士这样子的 为中国人灵魂摆上的灵魂 灵也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成为真的是有良知的 能够看见天国荣耀的 成为这样的一个华人的基督徒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为各到各处弟兄姐妹的灵魂得救 成圣成熟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主啊求你让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 能够向下扎根向上能够结果 主我们靠着我们处事为人 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 那是靠着主你的大恩大德 主啊为我们为基督教的所有的媒体 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为我们为忠信向你献上祷告 为姐妹所在的网站 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主啊你能够带领我到这个网站上 去阅读他们的文章 他们的见证 主啊你也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这些华人 能够去到姐妹所设立的这个网站上 去看见他们在那里的工作 也为他所带领的团契向你献上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若不圣灵的工作 我们没有一个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唯有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 我们才能够父教你阿爸父 主啊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 哦主啊为这些媒体祷告 因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媒体的重要性实在是大 我们为忠信祷告 为海外消源祷告 为使者祷告 主啊为所有的文字的工作 哦向你来呼求 巴不得主你在你自己百姓的当中 来兴起以色拉 来兴起以色帖 来兴起你心里 主啊把这崇塌的墙环 能够再一次的重建起来 求你祝福主啊各到各地的文字的工作 主啊我们为温州的一位弟兄祷告 刚才看到一个网站也是挺好 主啊我也为他向你献上感恩 他们所有的心所花出的心血 主啊都你要看为宝贝 主啊当他们许多的网站现在被关闭的时候 主啊你的福音却不被拦住 因为周天都在诉说你的荣耀 穷常都在传扬你的手段 主啊谁能够拦住你奇妙的作为呢 巴不得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主啊听到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 为每一位文字的工作向你献上祷告 主啊为众星灵修小品的主编和那个众星的这个视频 在YouTube上或者其他上面任何上面的视频 这些媒体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主耶稣求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来能够发现他们的频道 主啊求你加这些同工的力量 是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 主啊能够先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为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媒体上扶持的 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巴不得你祝福他们 让他们所做的都满有你自己的喜乐 也满有你自己的祝福 主啊求你捆绑仇敌在这个媒体界的一切的搅扰 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 我们在地上捆绑的时候 你在天上也要捆绑 所以捆绑仇敌一切的搅扰 我们的主我们虽然不知道主啊你是怎样的工作的 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工作的主 主啊求你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 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你建立 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也为这个时候为世界各地的小小的教会 主啊在低迫的当中 哪怕是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的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主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你的圣灵能够在各道各处来工作 无论是中东 无论是非洲 无论是太平洋 无论是亚洲 无论是美洲 主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那里聚会的 主啊你就赐下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意象 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呼召 主耶稣啊我们为这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 我们向你来呼求主耶稣当初你的灵感动了 主啊你的门徒在马可的楼上一百二十个人的祷告 使圣灵降临教会能够建立 今天主啊许许多多的人已经离开了教堂的教会 他们看到了那个 我们不是说教堂的教会不好 他们看到了许多的教会成为 真的是成为marketing成为一个市场 主啊我们恳求你将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拯救出来 主啊为这个美国的家庭教会的运动 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主耶稣恳求你走进每一个家庭 主啊求你使用孩子 传递建立家庭教会的意象 主啊让那些在教堂里面参加很多的宗教活动 生命却没有改变的人 主啊能够真的能够得到基督里面完全的自由 所以我们为各到各处的这些小的教会 主啊我们呼求你 我们为各到各处的那些没有牧人的教会 恳求你亲自在那里牧养 主啊在伊玛路士的路上 你亲自的向两位门徒显现 加摩西五经讲解的清楚明白 以至于他们心里重新能够火热起来 主啊他们说我们刚才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主啊今天如果没有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 我们的心是灰心的 我们是胆怯的 主啊我们是没有力量的 主啊我们更是愚昧无知的 唯有主啊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还要再来 我们就是罪人 我们就是成人灭亡之子 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 我们一无所有 所以主啊恳求你 让这样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火热起来 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 让我们不至于孤单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为孩子在西班牙的这个姐妹 主啊向你献上祷告 主耶稣你加他的力量 给他聪明和智慧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兴起 与他一起祷告的勇士 和他一起同工的 这样子的同工能够兴起来 主啊多少的基督徒 现在没有读圣经 也没有祷告 主啊连传道人也没有祷告 所以恳求主 你在他教会的里面 能够主啊你加他的力量 能够持守这个祷告 传递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在教会当中 兴起带倒的勇士 我们为我们的姐妹 向你献上祷告 他所在的教会 要传讲你的真理真道 我们的主 求你在这当中也做激进的工作 主啊不让某鬼撒旦来 试这个教会 做破坏的工作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孩子在这里 也为那些 在这个家庭教会当中 主啊在那里聚会的 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祷告 无论他们是在哪里 主啊你就与他们同在 让你复活的大人 在每一个家庭教会当中 主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主啊 我们不仅仅是 主啊真的是为这些教会 来向你献上祷告 我们不仅仅是为这些 主啊 大的人数多的人数小的 都是一个教会 因为我们一主一习 一信都是你基督的身体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受逼迫的基督徒 向你呼求仰望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在你的 在你的这个真理真道之下 能够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为各到各地的 各到各处受逼迫的基督徒 向你献上 向你献上呼求祷告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但是主啊你都知道 无论是中东的穆斯林成为基督徒 他们就要被大大的逼迫 但是主你让他们里面 得到完全的自由 主啊让他们在监狱的里面 也能够像保罗那样 知道唯有主加我们力量 唯有主你站在他的旁边 主啊当保罗真的面临这个牢狱之灾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但是主啊你就站在他的旁边 加他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为中东的 为非洲的 为尼兹利亚的 主啊为朝鲜的 为各到各处受逼迫的基督徒 牧师传道人在监狱里面的 我们呼求祷告仰望你 主啊为中国的 主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主啊你数算他们的每一根头发 主啊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他们不至于孤单 主啊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旁边 因着我们的祷告 你的手就在那里触动 因着我们的祷告 你的力量就在那里加征 因着我们的祷告 主啊你就站在他们的旁边 给他们异象异梦 哦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为这些受逼迫的 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主耶稣基督啊 求你看顾他们的家人 看顾他们的妻子儿女 主啊特别是他们的孩子们 主啊凡是主啊为你的名 受逼迫的他们的孩子们 你要格外的看顾 你要格外的恩待 主耶稣啊你是超出我们 所求所想的神 你是全能的上帝 你可以让伊利亚 用那个乌鸦寡妇 都可以养育你的仆人 今天主啊 凡是为你受逼迫的这些孩子们 主啊都要蒙你特别的眷顾和怜悯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若不是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遭就上诞 我们遭就失望了 但是我们知道你复活了 你从死里复活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为各到各处 在那里宣教的宣教士 继续的向你献上祷告 主啊求你使用这些宣教士 主啊他们在那里摆上的 不是在那里做好事 不是做那里做慈善 而是主啊 今天天国进了 传递天国进了我们应当悔改的福音 哦主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们何等的需要真正的福音 因为主啊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今天我们的主我们没有自由 多少的时候我们被金钱所捆绑 被贪欲所捆绑 被妒忌所捆绑 被疾病所捆绑 被这个孤单所捆绑 是因为主啊 我们没有主啊 振到全身心的来爱你 因为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你让我们在无论是 在哪里哪一种境况之下 我们里面都有着完全的自由 哦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何等的渴慕 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自由 我们何等的渴慕 能够活出这种自由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哦主啊你不仅仅的与我们同在 不仅仅是光照我们 责备我们 审判我们 主啊你也因着我们在你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软弱亏欠和罪 你就赦免我们 你就在我们的生命上来提升我们 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主让我们经历的是你自己的荣耀 谢谢耶稣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们